不过这个花丝工艺呢 对于现在女儿而言 还是有点困难 就得跟你一起做 我想一个人弄 因为 舅舅生日就怀到了 送给舅舅生日礼物 已经得是我自己 亲手做出来的 真有你的 舅舅等你 只是不是现在 现在你还没有力气 勾好这个花丝 得等到你十八岁成人之后 再做出这个物件 当做生日礼物 送给舅舅好不好 那我不会让舅舅失望的 君子一言 司马难追 我说现在怎么办啊 你有主意吗 现在当务之急就三个 第一个就是审券的学业 我可以把重点和考点都写下来 让她看一眼就能明白 第二个的话 审券要照顾舅舅还要学习 肯定顾不上店里了 这银饰店得又有人看吧 咱们总得保证银饰店的收入 能撑到下个月的房租 多就撑房租嘛 这事我来 去吧 还有小董 今天我们别打造经商 我最近 refrigerator 早上 ГРУСТ 你们来了 剑也把自己关了礼物做一件事呢 创作人有点 保鲜肉出不了 饭盒给我吧 行 那我进去看一样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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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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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位名人曾经说过 碎片时间是能记住最多东西的黄金时间 所以你得抓紧利用起来啊 哪个名人说的 远在天边 近在眼前 来 这是我给你寄的笔记 都是老师上课讲的 基础的我就忽略了啊 这些都是重点 你看有不懂的再问我吗 好 我可是答应你舅舅 要督促你好好学习 顺利毕业的 你可别让我对他食言 外卖到了 谁来签收一下 你看我也没耽误吧 来 赶紧尝尝 看看饭菜合不合胃口 你不是还要高考吗 你赶紧回去吧 我这算过了 我从家里到这儿的时间 刚好可以带替我每天的耐力训练 来 赶紧吃 这是王一阳给你准备的换洗衣服 他让我问你一下 就是你放店里的那条 联系客户的手机密码是多少 他们准备改一下备注 说我们店里最近只在线下和夜间服务 暂停定制服务 我回头发给他 行 谢谢你们啊 为我想那么多 谢错人了 这些啊 全是我们小林老师安排好的 赶紧吃吧 一会儿凉了 吃吧 那我先走了 好好学习啊 嗯 拜拜 拜拜 你洗完之后看看这个啊 嗯 哎 你带我来这儿干嘛 你到那儿站着 别动 等会儿就知道了 我听别人说 愿望没实现 也可能是许的太多了 但是 这是我用许元气球 许的第一个愿望 所以肯定能实现 已经能实现 来吧 嗯 只说是一朵梦 有着说不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谢谢你 所以 我其实想告诉你 你难过的时候 我们会陪你难过 你开心的时候 我们肯定会陪你开心 舅舅一定会好起来的 一定会好起来的 我们下车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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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车 好 小舅 走 师哥 我睡点电话啊 行行行 好好睡觉啊 这些都是上课的重点 然后这些就好好看看 来来来 干饭了 今天的菜好不公事 里面有什么感觉 我放入了 木子 冬天 青 冬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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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你在哪儿吗 我在店里的 今晚的饭和熬吃 饭都好评了 马上就要到舅舅的生日了 我要履行过他的约定 怎么样 吃吧 好吧